哈林哥 我覺得Ella對你好好 尖穿好性感 好可惡喔她 害我不知所措 不會啦 還好啦 這樣亂撞了嗎 這倒是沒有 我這個有一點那個 噁心 酸水 酸水 嘴巴這樣 胃酸逆流 你很討厭 所以Ella是為了哈林哥才弄那麼性感 也沒有啊 造型師她一直內心 覺得我就是她心目中的辣妹女神 所以她一直借這一類的衣服給我 是你逼她嗎 我沒有 好 那要不要認真來講講 我剛剛不認真嗎 叫你不要亂鬧的意思 會不會擔心跟哈林哥有什麼樣的 有啊 我很擔心啊 我跟她默契很差 而且她又 你知道 你講啊 她就是水果臉啊 那個不是水果臉 那奇葩不是水果嗎 奇異的枇杷 或是奇異果跟枇杷綜合 如果講水果臉是好聽 對嘛 水果臉 那你有看過嗎 看過她的奇葩臉嗎 其實沒有欸 對啊 如果她想看我會給她看 不會啊 我盡量不想看 不要惹她就不會看到 Alan你以前有沒有嚇過哈林哥 嚇她喔 一人都嚇她欸 她仰慕我 她對於我的這個操守 欸她在問我欸 你幹嘛回答 你很噁欸 我怕你亂講話 我哪有亂講話 有沒有仰慕哈林哥喔 哈哈 其實是有一點小哈啦 因為其實她算是有誤欸 你看她 一把年紀的身材這麼好 我就說還不如我自己講還好一點 而且哈林哥很帥啊 然後又那麼有才華 然後又愛運動 戶外又健康 心象又好 誰不怕她啊 對不對 要不是因為我結婚了 幸好你結婚了 你應該很慶幸 感謝我老公對不對 對 Ella跟Selina誰比較漂亮 這個難比了真的 你問這什麼問題啊 你這樣問我啊 之前當然Selina漂亮啊 她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她就漂亮 然後呢 現在更漂亮 跟她都在一起 更漂亮 更漂亮 Ella不是屬於漂亮型 她是可愛型的 這個大家喜歡嗎 可以嗎 我一直都知道 我是屬於比較耐看的那種啊 所以 所以 所以說 哈林哥會擔心說 跟Ella合作的話 她可能會手來腳來 有時候突然間 我們說老實話 我剛剛有在說 其實Ella 你完全不知道她會幹嘛 那這個應該也是觀眾啊 或者是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對 不過說真的 有時候突然 真的做一些我 我剛剛很怕她拍照的時候 趴在我身上 你知道嗎 但是我會有點尷尬 真的 有啦 還是沒關係 我又不是不會過肩摔 對不對 太恐怖了吧 這種招式我是有 防身術我是有練過的 那你剛才摸了哈林哥 感覺怎麼樣 很結實很棒 讚 改天你也站上去啦 跟老公的比起來呢 喔當然我老公是完美的 每個比啊 當然是有什麼好講 當然她老公一定比較好 可以加入女生 可以幫女生摸 女生 我就是先幫女生鑑定 男子 因為我會站在 就是我會離男子很靠近嘛 那男生跟女生的角度不一樣 那我就會告訴他們 該不該留燈 對 然後我大概是抱著一種 希望能夠促成更多家偶的心情 你看他們笑多開心 他們如果不聽你的呢 他們不聽就打屁屁 打屁屁 打屁屁 先摸啊 用摸的 用摸的最直接了嘛 感受 艾拉現在是主持 我想要再回戲劇的部分 手好痠喔 好啦你放輕鬆 會 我覺得現在對我而言 就是人生沒有什麼限制 然後我覺得就是 如果自己真的有喜歡的事情 就放開心胸去接手去做這樣 而且要開心的做 然後戲劇當然也是 我很喜歡的一件事情之一 所以我也希望未來有很多戲劇上的演出 謝謝